Hello 大家好 我是Kelly 好久不見 我現在頭髮剪短了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嚇到 然後 我很喜歡現在的長度 是 感覺蠻有精神的 然後也很適合戴choker之類的項鍊 所以 很喜歡 好 今天呢 話不多說 又是我們每個月一次的 severe的新品特派人 今天的新品我覺得 大家一定要 喔 為什麼都會頭髮移起來 可惡 好 不用得了 讓我把它剝好一下 笑一下也沒關係 好 就這樣 今天的新品都非常非常非常有質感 因為我本人摸過了 所以 我包 真的非常有質感 那 嗯 每次在錄這個影片的時候 還是跟大家說一下 你們現在看到的影片這個頻道 是Kellie Freshapolit的頻道 這個頻道的影片呢 就是 會是合作的影片 但 我現在已經也很少來接合作啦 我都直接我非常非常喜歡的品牌 跟我非常非常信任的東西 你們也知道嗎 就是 就那幾個 然後 嗯 但是在我自己的Kellie Ann的那個頻道呢 就會是 不會是合作的頻道 然後就會是我自己 就是閒聊廢話的影片 好 對 所以那今天呢 其實 嗯 我之後會放上一個Vlog 我在台灣 Vlog的影片 裡面穿的衣服全部都是severe的衣服 好 那 嗯 我今天呢 就先從衣服開始 這一次的外套 我覺得都非常非常非常值得下手 雖然今年冬天 不是那麼的冷 但是 如果你有件好的外套 就代表說 你可以 你知道就是 不用穿一件很厚的上衣 就穿一件薄的上衣 然後就可以戴一件很好看 很有氣勢的外套 我覺得 就很好看 那我們先來介紹上衣 好 首先呢 先來介紹我身上這件上衣好了 可是我起來的話 你們就會發現 我其實是穿睡褲 哈哈 哈哈 OK 它是一件 嗯 毛料的上衣 然後就是毛海的那一種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 這種很可愛的毛流 就是毛海 然後啊 這件上衣的剪裁 我覺得還不錯耶 因為 它就是袖口比較大一點 我已經穿出去過了 就是 所以 所以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照片 噢 我剛剛睡褲是不是露出來 好 就是這件上衣是我舒服到 如果我今天 等一下要出門 然後 我通常很少會先把衣服換上來 因為有時候外出衣服比較不舒服 但這件是我會想要先穿在身上的 因為我覺得 它還蠻舒服的 然後 是比較寬鬆的版型 不會說 把你整個人要束在一起 它是寬鬆的版型 所以這種很簡單的衣服 如果你加一個choker 我忘記帶過來了 如果你加一個choker 然後再加一個很素面的牛仔褲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看的衣服 我超級喜歡這件 登登 好 然後呢 再來呢 是這件 我好像還沒有跟大家穿出去過 但是我今天出門就想要穿它 你看 好可愛 它是非常非常可愛的 流蘇的上衣 長度呢 是 就是中間的長度 沒有說超級短板 但也沒有說可以蓋到屁股 但這個長度最適合什麼 你們說 就是 寬褲 我覺得非常非常非常適合寬褲 因為寬褲很適合 對自己下半身 就是比較沒有信心的人 我覺得 因為像我的時候覺得屁股很大 雖然我現在都無所謂啦 但有時候如果特別覺得自己屁股超級大 我那天可能就會穿寬褲 然後穿寬褲 加這個就超級可愛的 看 登登 因為它的長度剛剛好 不會說完全蓋住屁股 但是 它又可以 因為它是正常的長度 所以不會讓你覺得說太長 讓屁股 蓋住 就是整個人會沒有精神 這件非常的可愛 我覺得 看 你看 有沒有 很可愛吧 我覺得非常喜歡這一件 而且它的材質很好 就是SOS 他們家的材質都是 我覺得都是找很好的材質 然後它的細節 你看它的 袖口的地方 是有在多做一層的感覺 就是 細節做得非常的好 OK 下一件呢 是 這一件是 非常好看 我覺得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覺得有聖誕節的感覺 我有在 Instagram放過 我穿這張衣服的上衣 然後就有被問過 它其實就是這一件 然後 是長這樣子 它就是領口是白色的 然後我覺得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覺得會讓別人 就是讓穿上去的人 氣色看起來非常好 就是覺得好像 今天很有精神的感覺 然後它下面就是綠色的嘛 不知道為什麼 也沒有紅色 但是就讓我覺得很聖誕節 然後 這一件的長度呢 是比較 也是正常的版 就是不會蓋到屁股 但是也不會顯得短版 我可以願意 我會願意 我那天就有 就直接穿牛仔褲 然後搭配這件出去 就是非常 就很簡單的傳達 你不用想說 喔天啊 我不會 就是屁股露在外面 什麼之類的 這件真的非常的可愛 我那天拍照 就被很多人截圖 到Instagram問說 我穿的衣服 是哪一件衣服 然後 這件非常的厚 就是 是真的很厚 是 或真假實 NO 真材實料 真材實料的厚 真的厚 我那天 大概前幾天嘛 我就穿這一件 裡面穿了一件內衣而已 然後再穿這一件出去 去唱歌 快要熱死了 我覺得溫度調15度喔 那個包廂溫度有15度 我還是覺得超級冷的 就這一件的材質非常好 是我覺得 我會想要 推薦給大家 的衣服 我每件都想推薦給大家 再補充一件 就是 呃 因為 上次 我的 get ready with me 有穿到這件衣服 但是好像很多人沒有點下去 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就是下面的資訊欄 你可以點一個 類似展開 或是更多 它會寫 我都會在下面寫說 我今天拍的影片 用的東西 或是我會在影片上面 就直接標出來 會有那種字卡 標出來 不然的話我再寫說 衣服是在哪裡買的 然後 那天穿的就是這一件嘛 這一件 素面的 我覺得 我現在覺得黑色頭髮 搭黑色衣服 非常的好看 我現在很喜歡全黑出門 然後 這邊就是有拉鍊嘛 那天有給大家看到 這一件是我 在台灣 最常最常最常穿出門的衣服 我可以 這個搭黑色褲子 加小白鞋出門 我可以這個加 藍色牛仔褲 就是很素的那種 藍色牛仔褲 小白鞋出門 我可以穿這個 然後 全部就是 可以一直瘋狂亂打 就是 我超愛這一件 這件版型非常好看 就是 它是寬鬆偏大 所以穿起來會 垮垮的 但是因為 它有拉鍊 然後又帥帥的 所以 非常非常非常喜歡這一件 OK 接下來就進行到外套的部分 OK 外套的部分呢 五五五一毛 外套的部分呢 這次的外套材質非常非常非常好 我先從 這一件 介紹給你們看 它是一個非常好看的 駝色的 駝色的這種 類似放球外套 然後這邊有做層次的設計 然後你看它的 袖口 這黑色的 我一看到這件 我就說 這件根本就寫著我的名字 非常的好看 然後重點是 它裡面有超厚鋪棉 我一直想說 我在美國我一定穿得到這件 因為這件很厚 非常的厚 看我現在討厭這個 它穿起來是 這麼帥 就很有分量感的那一種 因為它 我覺得很適合我現在的頭髮 就是帥帥的這樣 然後就是 你看我很喜歡這個 黑色跟這個 駝色的設計 就我非常喜歡 就是帥帥的感覺 對 所以就是 這件我真的很喜歡 它 我覺得最讓我吸引我的地方 真的是黑色乘與駝色 以及它有超爆厚刷 超爆厚的鋪棉 雖然說今年冬天不是很冷 但是 我不喜歡 很多層次出門 我喜歡就是這樣一件 然後就加一件好看的外套 因為這樣你才會看起來比較瘦 就是比較薄一點 我不喜歡刷加很多件 所以 就算 那時候在美國很冷的時候 我也都是一件 裡面可能一件法爾儀 跟一個 那種帽T我就出去 我不喜歡加好多層 我覺得那樣會讓我看起來 比較笨重一點 然後這件是非常非常挺的版型 你如果這樣掛在這邊 你可以看得出來它的挺嗎 就它還是會維持在那 它本身就是一個 很挺的挺度 所以 這件我非常推薦 給很帥氣的人 也不用很帥 也不用很帥 微微帥就可以 下 下一件呢 也是要推薦給非常帥氣的人 這件我還沒有穿出門 也是因為 最近天氣不夠熱 但是我已經在家裡試穿過 已經幻想過穿它出門大概五兆次 給你們看一下它有多帥 你看 What的 太帥了吧 它就是長這樣 然後裡面是橘色 外面有一條這樣的字 它也是一樣有鋪棉 這是很厚的鋪棉 它穿上去就是 給你們看一下我現場穿一點 它是超帥 帥不帥 超帥的 你看 就是 它就有一種 你看得出來它是厚的吧 它不是一般的薄度 我覺得它非常的帥 就是 我覺得我現在比很多男 走在路上的男生都帥很多了 真的很帥 然後 反正我就很喜歡這一件 這件真的是我非常喜歡的一件白套 我一直期待有一天可以穿它出門 可是呢 下一個天氣要我穿它出門 大概就是 我穿短袖的話 但是就是 真的很好看 它的整個細節 你看它的 就是口袋嘛 是有蓋子的這種口袋 然後 袖口 喔我真的很喜歡這樣的袖口 有沒有應該有發現 就是這種袖口 然後它的規章 然後就印著這個字 這字讓我覺得很帥 然後整個這種綠色 我覺得 但我覺得黑色也非常好看 所以我不確定 大家會喜歡哪個顏色 然後我想一下 嗯 我是建議啦 大家在 譬如說 我猜1月2月大概還是會很冷吧 終究會有一天很冷吧 所以你們還是要先備好一件 可以帥很久 就是 就你們還是要先準備好一件外套 不要說到時候到那時候 我就發現啊 真的好冷 我沒有外套怎麼辦 帥到炸裂 我覺得我剪了這個頭髮之後 我就喜歡很帥的路線 什麼全黑 什麼什麼什麼的 帥長的 這兩件外套呢 again 好 這兩件外套是屬於比較成熟的外套 我都 我不確定我有沒有介紹過 但是 質感都非常的好 第一件呢 是 我來看一下 是這件外套 它是灰邊的灰框外套 這件的質感 我覺得很好 一 它的那個 這個 因為我有看過便宜版的 就是 你知道很多你逛街都會看到類似這樣的款式 但是呢 它平常那種 它不會是真的這麼立體 你看看它的立體嗎 它是真實立體的滾邊 一般可能就是很薄的那種黑色的線 它完全是一個立體 然後裡面一樣是 這樣是有忽眠嗎 還是沒有 應該是沒有忽眠 但是它非常的厚 因為前一天我穿出去 我裡面就穿一件 也不是毛衣 就是一件黑色的上衣 就是 我上一期介紹我肩膀有線的那件黑色的上衣 然後我就穿這個再穿這個 然後全身全黑 只有這件 只有這件外套有顏色 我發惹 這件真的很厚 很好看 它非常非常的挺 我現在套給你們看 就是它穿上去的時候呢 你的肩膀的挺度會完全出來 你有看出來嗎 就是整個挺度 我覺得非常好看 然後呢 我自己很喜歡一件很莫名其妙的細節 但是我很喜歡它後面這一條 這隻的線 這是背後 背後的線 我覺得 就是別人從背後看的時候 你的線會是有一個 拉長的感覺 這是我很喜歡它的地方 最近我百分之兩 大概99萬會帶你去美國 帥死了 有沒有 我覺得超帥的 好 再來呢 另外一件呢 是在Instagram上被問了非常非常多次的 就是我今年唯一一件駝色的大衣 它是非常長的大衣 就是照片給大家看過 然後 非常多人問我 它什麼材質好不好 非常喜不喜歡 給你推薦嗎 我非常的推薦 因為它的 長度 比較長一點 我才158 159公分 我不是很高的人 但是我穿起來我覺得很剛好 就是你不用怕說身高矮 所以 穿起來會很奇怪 它就是 長度非常好 然後它是比較偏窄身的 所以 你知道你整個人會不會這樣 拉起來的感覺 因為它是一個 很窄的設計 所以 穿起來 你看我照片你有沒有覺得我整個人好像很長 的感覺 就是 就是它的功勞 它材質非常的好 然後 它是長這樣子 然後 太長了沒辦法看到 等一下再 再穿給你們看 它是單扣子 就是只有一個扣子 然後 非常好看 它 是我 會 如果今天要去比較正式的 可能跟朋友吃飯 想要 帥氣 有質感的現成 我可能就會選這一件跟剛剛那件灰色的外套 因為 大家看到 我穿上去我朋友都說 你的外套非常好看 我不騙人 真的 這一期比較多是外套的介紹 因為 我發現 我就是 買了一堆severe的那種素提 就已經非常好看了 我其實 不會想要再買更多的 別的牌子的素提 因為它已經夠好看了 我就 發現我現在都在收集很好看的外套 好 再來呢 是介紹牛仔褲 這件牛仔褲非常的帥 嗯 它是膝蓋 兩邊都有挖過 然後呢 它的 腳的地方 看一下 它腳的地方是 不修編 就是 破壞的設計 所以就是一個帥 然後 然後這一件呢 我可以穿進S套 Amazing 因為我變胖了 雖然大家都沒有發現 但是我變胖 然後 但是這件我還是可以進去S裡面 然後它 彈性很好 就是 它不是很硬版的牛仔褲 所以 你穿 你穿的時候 就算 嗯 變胖或什麼緊緊的 它一樣都可以讓你覺得 把你看喔 它是這樣 就它是有彈性的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肉就是 豎起來 我很喜歡這樣的褲子 而且它顏色很好看 它是 幾乎沒有什麼刷的 很好看 這個就是 你搭配剛剛那個 黑色的 那種拉鍊 或是我身上之間的素蹄 或是 任何一件素蹄 加上剛剛很帥的 譬如說 譬如說這件超帥外套加這個 根本就 我光放一起 我覺得顏色很完美 對不對 沒錯 好 再來介紹一下 圍巾好了 我覺得 冬天我已經真的非常必備 然後我上一期介紹的圍巾 就是 條紋 不同顏色那個被大家稱讚到瘋掉 然後那一件呢 不瞞你們說 回台灣之後呢 被楊媽媽就是 收走了 所以呢 我就馬上趕快入手第二件圍巾 第二件圍巾是這個 色塊的圍巾 灰色 藍色 黑色 我覺得這個 其實說真的 送給男朋友 我覺得顏色都OK 它是 有份量感的圍巾 跟上次的材質稍微不太一樣 它不是那種 很軟很軟的材質 但是它是 很有硬挺 的感覺 然後質感很好 是就是 你知道 可以創造出 份量感的這種 你知道 冬天嘛 就是要有這種 啊好冷啊 好白在圍巾裡 這種感覺 很好看的這個圍巾 好 我記得它有兩個顏色 那時候兩個顏色 抉擇很久 後來我選這件 因為我覺得 它 嗯 如果 今天 不知道欸 我覺得它顏色比較素一點 就比較暗一點 所以 嗯 搭在我身上就是 還OK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圍巾呢 是這個圍巾 它超級短幽幽 QQQ的 然後呢 我那天就看了一個文章 就說現在韓國女生 喜歡圍這樣子的圍巾 就是他們會 圍這種很大條的 然後 再打很大的結 就是 不是這麼醜吧 就是你要調整一下 就是他們會喜歡 把整個人一樣 就是弄成這樣一坨 我不會 我不會用 我不是這樣用 但就是 他們會 喜歡選這種 很長的可以 繞很多圈 或是什麼 做很多設計的這種 圍巾這樣子 然後一坨 這樣圍在一起 我那時候前幾天看文章看到的 可是我本來就很喜歡 把頭埋在裡面 你們也知道 但就是很好看 然後也是我喜歡的 駝色 所以 它其實 真正的寬度 是可以到這樣 雖然你們看起來 我好像都這樣拉 但它其實可以 這樣披肩 這種感覺 反正大家保暖 就是要多注意一下 好 接下來呢 要進到是我 非常喜歡的包包 現在正在用 我給你們看 我現在瘋狂的愛用這個是 Severe 就是還有在Instagram放的那個照片 我一看到照片 我馬上就跟他說 我要買這個包包 因為 我現在裡面塞了我的雜物 因為我最近出去都丟這個 它就是兩位的包包 就是 你這樣子拿的時候就是一個 然後你旁邊這個兩個地方 把它扣起來 這樣扣起來 扣起來 扣起來 它就是另外一個包包 就是不一樣的感覺的包包 反正我很喜歡 很喜歡很喜歡這個包包 還有一個原因是 它可以剛剛好 把MAX13吋塞進去 就拿給你們看 就是因為我 因為我在美國那邊 我沒有帶這種小包包 然後是給塞MAX 它要這樣 我看我把MAX塞進去了 看到齁 就是MAX 所以就 我覺得很方便啦 就是因為我今天就想要一個包包 如果今天想要帶電腦出門 我不想要背後背包的話 這個就是我的選擇 然後它又很素 所以我就不會覺得說 會不會不好搭配或什麼的 然後它空間很大 可以塞很多東西 所以我覺得 是我最近 非常 常 飛出去的包包 好 另外一個包包呢 是我 OK 睡庫又出現了 這個包包呢 是我 嗯 跟Zaver說我想要有一個 嗯 我可以 為什麼我聲音太陡 太鈴鐺 我想要有一個 就是我今天可能去參加什麼活動 或是Party Kate用的包包 這個就是這樣 它就是 嗯 嗯 扣的設計 然後它的扣很有質感 就是 不是會讓你覺得很廉價的扣 所以你就這樣然後打開 它就是可以塞東西的包包 重點是 它是鏈條啦 因為我非常喜歡鏈條的包包 你看 就是這樣鏈條包 所以就變成我今天去Party什麼的 我一樣可以背一個這樣鏈條包出去 因為 你知不知道我今天有一個 黑色的 嗯 上面有很多流速的那個包包 你記得吧 那個包包 有時候 如果我今天的錢包比較固 或是我想要帶相機 又帶錢包 又要帶很多東西 會塞不進去 所以我就想要有一個 大一點的包包 然後 如果今天 我可能 不想要有鏈條 我把它 就這樣收進去 然後蓋起來 它就是一個 很 合理的 手拿包 這樣子 就是ok 所以這就是我 要求要找到的包包 因為我就是想要有一個 真的喔 它是很硬挺的耶 就是你看出來吧 它就是有硬度的這種包包 所以 我覺得拿來當手拿包 非常的適合 我之前有買了很多個 那種很軟的手拿包 我就覺得 它會軟趴趴的 所以你需要 這樣夾著 夾著就很像 很久以前的人 不是也會這樣夾包包 因為如果你這種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 就拿在手上 像單拿都無手 這樣拿著也ok 可是如果很軟的你就要 就是夾一下 所以 沒錯 再來最後呢 就是不要忘記的是 鞋子 有時候如果今天不想穿平底鞋出門 我就還是會穿一下比較高的鞋子 然後我很常穿的黑色那雙鞋 我最近應該 我應該不會把它帶回美國 因為它已經有點爆銷了 我穿了它大概 兩三年囉 三四年了 然後它的皮全部都裂掉了 所以我就想要找一雙 比較好走不要太高 也ok的鞋子 然後最近 Sophia就是有這雙 然後它是木頭跟的 然後它是木頭跟的 我覺得木頭跟 就可以跟你的那些駝色大衣 做搭配 你不懂 然後它就是 很基本款的黑色的鞋子 也是我最近 出門會喜歡穿的款式 就是 不會很 不會不好走 它的跟是不高的跟 然後前面也是 不會覺得要往前倒 它就是很ok的長度 沒錯 以上呢 就是我這個月的新品特派介紹 這個月的新品 都是外套主打為主 當然我覺得包包 就是這個我很常用包包 我就是無法不推薦 因為 我就自己都很常用 所以 而且它前面還可以放那些小東西 前面還可以放卡 都是一組的啦 所以反正我最近就 瘋狂的愛上 用這個包包 然後全身黑 因為你今天如果穿那個全身黑 你隨便抓一個外套出去都很帥 所以我現在就 我最近每天出去都穿Sophia的衣服 如果你們有看Vlog的話就知道 Vlog有什麼的 我現在就 對我記得用Vlog的相機嗎 所以就 我有帶相機出門 然後 所以我就要 需要大一點的包包 塞進去 不然 我的相機會塞不進去 我那種超級小的包包 所以 沒錯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月的新品特派介紹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可能還會再有一次新品特派介紹 但是 過了之後 冬天 寄就沒有了 所以如果你們還沒有買到很喜歡的外套 或是很喜歡的上衣 或是很喜歡的包包 就是這一期的東西 你可能想要早一點下手 以免 又斷貨 沒錯 我每次介紹都有沒有說 Kelly你還是太晚了 又斷貨了 我問老闆老闆娘 又說沒有了 好大力 我覺得很抱歉 不過就是 希望你們可以原諒我 我已經很盡力很早錄影了 因為其實我 回台灣嘛 然後我就 我就忘記帶三腳架了 所以其實我是另外再買一個三腳架 才可以錄的 嗯 好啦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然後 有任何問題再留言給我 然後 大概就這樣子囉 然後 然後 上次真的很謝謝大家 嗯 因為老闆娘跟我說 很多人留言跟她說 希望就是以後 什麼Kelly都可以是新品特派員 什麼的 就謝謝你們 嗯 我會繼續努力 希望 希望我之後都還有時間 可以跟大家做 這些衣服的分享 那就 掰掰